大學繁星推薦 今天放榜 今年是有六十八所的大學 提供一萬六千一百一十個 一般升名額 錄取率是百分之六十點三二 近五年新低 缺額九百六十五個 也是近六年新低 大學徵選會統計 今年全國錄取的高中 是以新北市林口高中的一百一十六人最多 節省通勤時間 拿來複習課業 升高中時林真選擇住家附近的林口高中 並以繁星推薦進入大學為目標 兩年半過去校牌百分之三 學測四顆四十七級分 確定錄取台大政治系 會覺得壓抑嗎 會有一點 我覺得我是取勝在學測成績 跟校內的英文的怕數 言孟慈和王品森也是高一 就打定主義要拼繁星 評估校牌與學測成績後 順利錄取推薦志願 我是屬於那種 就是每次斷考都可以把把握住的人 因為我覺得像我這種就是可能 大口成績會那種失常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制度是蠻好的 繁星會放輕 基本上不會 我認為我就既定是要上這間學校 林口高中三年級有五百多位學生 和往年一樣至少三成學生報名繁星推薦 今年一百六十四人報名 一百一十六人錄取全國最多 大學徵選會統計 今年六十八所大學提供一千六百一十一個名額 錄取一萬四千九百一十八名一般生 錄取率百分之六十點三二近五年新低 不過九百六十五個缺額近六年新低 以台大來說三百四十六個名額唯一一個缺額出現在經濟系 如果放棄繁星錄取只能拼指考 但因為是舊課綱最後一屆恐有變數 高中端評估今年放棄錄取的學生 應比往年來得少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新北市報導